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继续给您分享Tailwind CSS的视频 今天是第二季 不过在给您分享视频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我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Tailwind CSS导入方式之 自编译方式导入 上一期我给您讲解了 如何通过CDN的方式导入框架 今天咱们采用自编译的方式 再导入一次 该怎么做 咱们马上开始 好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一个采用自编译方式 导入Tailwind CSS库 该怎么做 这个需要用到Node.js 需要在本地建一个工程 咱们马上开始做 好 大家请看我实战演习的部分 一上来 咱们先建一个外部工程 咱们马上开始 建一个myweb的文件夹 咱们就在这个当前目录下 对吧 什么内容都没有 开始做 建一个myweb 然后进入myweb 没有问题 然后咱们初始化一个工程 这个是Node.js工程 初始化完成之后 清下屏 然后咱们建一个原文件夹 这个地方存放着咱们CSS的原文件 好不好 OK 然后咱们在这个原文件夹下 咱们在这个原文件夹下 咱们需要建一个 大家请看 这种myweb Telwind的这么一个CSS的文件 这个呢 是原文件 咱们在实际编写网页中 是不用这个文件的 为什么 因为咱们要把这个原文件 进行编译成咱们使用的CSS 好不好 咱们先把它拷贝过来 好 咱们执行下 建立这么一个 Telwind的原文件 大家请看 这个原文件中 目前只有这三行指令 好不好 今后这个原文件干什么 这个原文件帮咱们去规划 总结一些个样式 会用到这个地方 好不好 咱们暂时先拷贝上 默认的这三行 我这没考上来是吧 重新Ctrl3过来 CtrlV拷贝上 存盘退出 目前咱们的样式呢 都采用Telwind的 默认的样式 所以说呢 咱们这个CSS原文件当中 只有这三行代码 今后呢 咱们会往里加 好不好 OK 接下来 咱们要声明一个 或者说要生成一个 Telwind的CSS的配置文件 怎么生成 大家请看 通过这个命令行 它会给咱们初始化一个 这个浙制文件 好不好 一会儿呢 咱们需要编译Telwind的CSS 的时候呢 它会参考这个文件的内容 好不好 咱们需要通过这个命令 建立一个 咱们试试啊 Go 它会从服务器端 读取Telwind的命令行 然后呢 会在本地初始化一个文件 大家请看 已经建好 这个文件名就叫做 Telwind.config.js 咱们用LS看一下 大家请看 刚才没这个文件 现在多出来了 对吧 那咱们就编辑一下 先清一下屏 NanoTelwind 然后一回车 大家请看 这是它里面默认的设置 什么都没有 对吧 OK 那么咱们简单的设置 设置什么 大家请看 把这行设置上 这个叫什么 Purge Purge是什么意思 英语叫做进化 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 Telwind 比如说 Telwind给咱们提供了 1万个默认的样式 这个BuddleTrop也一样 给咱们提供了 比如说5000个 或者1万个样式 它给咱们提供的 这些样式 都存在他们官方 自己的CSS文件当中 对吧 OK 实际咱们项目中 可能只用到了 10个 15个 对吧 你默认的给我 1万个样式 我只用到15个 那么剩下的9985个 是不是没用 对吧 OK Telwind给咱们提供这个机制 没用的CSS 是不给咱们打包到 产品模式中的CSS中去的 这是它非常好的地方 对不对 所以说 咱们在这地方需要指定 它搜索哪些文件 它会找到 咱们用到了哪些个指令 那么这些指令 会包含进来 没用到的指令 会把它排除出去 会净化出去 对吧 这地方需要设置 非常的重要 如果这地方 您不设置 它会把1万个样式 都包含进来 就像咱们用Botard 咱们用不用的CSS 反正都进来了 对不对 其实这是不好的 这是用于圣上环境 不负责任的做法 对吧 所以说Telwind的这个做法 非常好 咱们加上这么一句 好 给您解释完了 那咱们就在这加上一个 Purge 然后原封的这个Purge 把它删掉 没用了 对吧 OK 让它去扫描 我文件下下 所有的.htimr文件 那么只包含 只打包 咱们用到那些个CSS的指令 对吧 后说样式 对吧 OK 存盘退出 接下来 接下来 把他拿走 接下来 咱们编一个文件 试一试 咱们就编一个叫做 index.html 好不好 试一试 就在当前文件下下 编一个 内容比较简单 我给您准备好 把这个拷贝过来 就可以 拷贝过来 存盘退出 然后给您看一下 我的这个html 它包含了 Telwind的CSS的大型 就这么一行 它包含什么 它包含当前目录下 CSS文件 加下的这个Telwind的CSS 对吧 那么咱们的原代码 是在哪 大家还记得吗 是在SRC下 那么怎么办 咱们需要把SRC下的 这个原代码的CSS 进行一个打包编译 对吧 比如说进化 对吧 经过一些处理之后 生成咱们网页中 所引用的这个CSS 好不好 那么怎么打包 怎么做 大家请看 就是下面这行 产品模式的编译 您通过这行命令 大家请看 就把原代码下的这个文件 打包成CSS下面的这个文件 对吧 咱们在网页中 是引用后面的一个CSS文件 加下的这个文件 好不好 给您都说明白了 那咱们马上打包 试一试 打包过程应该也不会太慢 清下屏 够 他现在正在打包 正在编译 如果咱们自己定制了很多CSS 那么他在这个过程中 会把它打包编译成产品模式 大家请看 打包完之后 他会给咱一个size 大家请看 正在打包 打包完成 大家请看 咱们在网页中 会去引用这个文件 对吧 这个文件的大小 是一共12K 12.14K 对吧 那么咱们就非常小了 明明咱们给咱们提供库很大 但是咱们今天用到了 三五个标签 那么咱们打包发布时 他仅仅给咱们打包这三五个标签 非常非常好的机制 对吧 没有之一的好 OK 那么咱们打包成功完之后 大家请看 我通过Python默认的一个HTTP Server 把本地运行起来 本地的8000端口 然后咱们去访问一下 下面咱们刚刚见的HTML文件 好不好 OK 马上开始做 咱试试 这个地方拷贝一下 把本地目录变成一个HTTP的Server 没问题吧 OK 然后咱们拷贝上这个8000端口的URL 然后放到我的浏览器当中 Go 大家请看 是不是出来了 咱们刷新 没有问题 看看咱们Python后台 确实是他吗 对吧 OK 没有问题 说明咱们成功的编写 打包 编译 然后运行起来 同时文件的size 还非常的小 非常适合于产品模式 对不对 OK 这就是简单的通过自编译的方式 咱们引入了Telwin的框架 非常的方便 您说不是吗 当然这个模式呢 也有它不方便的地方 什么地方不方便 一旦咱们修改了这个MyTelwin的这个.css原文件 咱们干什么 咱们还需要重新的再编译 再运行 对吧 这个是不方便的地方 那么有没有还有更方便的地方呢 还有更方便的做法呢 有 下期我给您讲解 咱们通过Nux的方式呢 咱们引入Telwin的 那个呢 可就是自动编译 自动部署了 全自动 更加的方便 那么怎么做 咱们下期给您讲解啊 OK 以上呢 就是给您讲解的 咱们通过自编译的方式 导入Telwin的css的方式 希望对您学习呢 有所帮助 今天的课件呢 我都会放到 GitHub上去 有兴趣的朋友 您就下载参照一下吧 好 那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再见吧 拜拜